字幕 李宗盛 假裝這個字真的 如果人家說你是 不可以話你 這個是星期一的冷笑話環節來的 如果人家說你假裝你覺得怎樣 好還是不好 好 proud的 為什麼 人家一定要假裝才行的嘛 對啦 假裝 你有常進心才會做得更加好嘛 不是很負面啦這個字 但其實另一個法醫者就是積極 其實我對書有另外一番體驗的牌 因為我買了一本書 《敗者為王》 不過我沒有那麼多肌肉 《敗者為王》 輸的那一篇 你最多人答得我來 你有沒有被簽名呢 我先說回你 就是嫁輸 你覺得你身邊有沒有一個很嫁輸的人 其實有很多比較貼近父母 可能自己的子女的成績會比較 可能只會把子女補習一下 學這些學習 嫁輸啊 給我拿第一名回來 我第一名不用費錢 媽媽沒有退外了 可能會覺得嫁輸的父母 又或者是一些人在職場上 他們會很積極地表現自己 怕人看不到 但我自己呢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嫁輸了 所以我做一件事 我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但有時候如果做到不好 我沒有什麼所謂 那又不是叫嫁輸 嫁輸是一個比較敏感 好像明明 人家說 我們現在將會開始排隊收牌子了 我們三點開始收 有人真的害怕 沒有啊 前一天就是三點 就是過份的 另一種就是人家說 有free coffee 那些人就是 哇 爭崩頭 撈過去拿free coffee 可能真的拿個杯 coffee 那叫嫁輸 嫁輸是一個過火的用詞 那我應該不是嫁輸 我應該是很嫁輸 我應該兩天前去排隊拿個b 她這個呢 嫁輸是k i a s u 她這個是k i a s i k i a s i